小叮当的开黑好友一直都涉猎极其广泛 无论是现今绝地求生的职业选手 又或是小品女王贾玲和大美女张小飞 再又是女族美女赵丽娜 小叮当全部一网打尽 不仅为观众们增添了许多直播中的笑料 也让粉丝们近距离的接触了大明星玩游戏的模样 而在4月17日晚 小叮当又和国族们将王大雷一同吃鸡 直播效果爆炸 期间笑料不断 十点左右的一盘游戏中 小叮当在前期变大杀特杀 却被王大雷的一拨守门一打二抢进风头 大雷在敌方攻大楼的时候 守在二楼旁的门后 在敌人进门的同时 大雷既不兼射 也不开镜 直接对着门就是一顿乱跑 还左右走位 弹幕瞬间爆炸 不仅说大雷走A流畅 也笑称大雷守门无敌 而在决赛圈时 小叮当意外掉线 好不容易中联成功 却又被击杀倒地 所幸的是 大雷和他的朋友十分给力 击杀对后一人 此时的小叮当趴在地上 却显示22杀吃鸡 场面十分尴尬 弹幕纷纷笑称 大雷带小叮当吃鸡 史上最耻辱22杀 而在之后的一把沙漠地图中 节目效果更是爆炸 小叮当和队友在面掉手房的一对后 收获颇丰 宛如显了两个空头 盒子中一把M24 一把AWM 狙击消音 八倍镜应有尽有 再加上小叮当本身找到的98k 他们拥有了极强的远距离作战能力 就在此时 对面山头路过一对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击 小叮当前后超远狙击击倒两人 还将幅度把握得十分精准 让观众们大呼过瘾 决赛圈更是十分调皮 小叮当收起了枪 抛出了他的黑凤雷 不仅时间掐得十分精准 丢的角度也十分刁钻 在人工轰炸区下 顺利出击 无论是二十二杀烤鸡 又或是河山北军 神工轰炸区 小叮当的直播 都给人带来了十足的笑料 也让本身的无比期待 他后续与明星的共同游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